欢迎收看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也可以打开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节目通知 未有上榜列席美国全球民主峰会的中国连日发炮抨击 中联办跟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9号举行讲座 历次峰会属于制造世界分裂的政治闹剧 又表示西方国家误对中国戴有色眼镜 应该要多花时间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并且再度的狙击或邀与会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兼前众志主席罗冠聪 是抹黑香港诋毁国家的跳梁小丑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美国全球民主峰会举行前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 连同中联办在香港举办座谈会 题为探讨民主真谛 坚定民主自信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批评 峰会是一场政治闹剧 制造世界的分裂 打着民主旗号干涉别国的内政 又不点名批评罗冠聪借机畅随香港 刘光源表示顺从美国者就榜上有名 可以参会 而拒绝美国霸凌者就名落三山 不获得邀请 以上榜的压力来制造民主的焦虑 至于那些利用所谓民主峰会之机 来抹黑香港诋毁国家的跳梁小丑 终将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刘光源更激烈地批评 部分港人受到西方民主自由幌子的迷惑 盲目地崇拜西方民主的价值 以为可以令香港问题迎刃而解 他说要认清楚 美国打香港排二制中国发展的真实图谋 要与之坚决的斗争 他强调 香港实行怎样的选举制度 属于中国的内政 任何外部的势力都无权干涉 中联办副主任陈冬也表示 反中乱港的势力 正在抵制破坏立法会的选举 为了险恶的政治目的 被通缉的逃犯罗冠聪 竟然被封为民主峰会的座上宾 这不是对美式民主的最大讽刺吗 陈冬又指责 在香港工作 这几年来看到了一个现象 总有一些国家一部分的人 对于中国对于共产党 并不是客观公正善意的对待 而是戴着有色眼镜来指手画脚 评头论足 甚至是恶意的攻击抹黑 他希望这些人可以认真地 读一读中国的民主白皮书 来了解真实的中国 以至于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 以及理论的逻辑 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举办民主峰会 但是却排除中国一事 中国官媒最近可以说是火力全开 中国官媒新华社 人民日报都发表评论 以同一个论调来抨击美国民主峰会 跟罗冠聪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 更连日地谴责罗冠聪 更指出罗冠聪是现代的汉奸 对此目前流亡澳洲的 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表示 中港官员的战狼是反映 令人感到欠奉大国的气量 更显示出美国民主峰会 对中国的国际声誉有实质的伤害 他说中国在世界上是被杯葛抵制的位置 无论是峰会 东奥 所以希望可以争夺回国际舆论的主导权 这一次中共如此的在意民主峰会 显示出对中国的国际声誉确实有实质的伤害 也是难以挽回 才会有这些拙劣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 中方的论调多次的强调西方国家抹黑香港的选举 许志峰认为 比自己预期中中共更高度的重视香港 在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选举 这也反映出中共担心选举出现投票率低 废票率高 在国际上面会出糗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复研究员事件于分析 中国这样的反抗表现出了一个弱点 那就是外界对它认定其实非常的重要 没有被认定参加这一次的民主峰会是极大的侮辱 它不被认定是民主国家 又有两个 它一直说是中国一部分的地方 也就是台湾跟香港都有代表参与 对北京来说就是一个侮辱 事件于补充 美国选择民主峰会邀请名单时 除了考虑受邀人代表地区的民主程度之外 也有地缘政治的考量 美国会考虑谁做它的朋友 谁可能不会做它的朋友 因此邀请名单上面出现的民主状况 具争议性的国家来参与 包括了巴勒斯坦 非洲国家等等 至于美中关系在峰会之后的发展 它认为仍然有待美国是否有具体后续行动的方案 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跟中联办九号合办透视民主阵地 坚定民主自信座谈会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表示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没有民主可言 总督由英国直接委任 华人长期被排除在管制架构之外 英国也在香港回归过度 其假借民主之名 单方面的对港政治体制做出重大的改变 批评这不是给予香港民主 而是培植代理人 企图要阻碍中国收回香港之后 实行有效的管制 另外一方面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则在另外一场论坛当中表示 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时候 设立了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政治户土墙 但是撤走时予以拆除 令香港失去的户土墙 成为了外部势力攻击的落点 综合媒体报导 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在座谈会上更大肆地批评美国 指出美国长期干涉香港的事务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遏制中国的发展 而反中烂港势力 破坏香港的民主进程 民主被扭曲 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 发起了街头政治 挑起社会的撕裂 煽动对抗的情绪 制造政治的极端化 但是陈东表示 中国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国家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民主的发展 中国宪法跟基本法 为香港民主发展提供的 根本保障跟广阔的空间 制定香港国安法后 更进一步的完善选举制度 香港民主发展得以重回正轨 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则在另外一场论坛上面 透过视讯致辞表示 早年香港在英国政府的管制之下 是为英国利益来服务 英国的国家安全在香港 有体制的保护 当时港督是由英国政府 委派英国人来出任的 政府设有政治部 人员最高峰时最少有3000人 而政治部内 有不少的英国秘密情报人员 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护 英国的国家安全 他表示政治部在香港 回归两年之前解散 英国人把所有维护 国家安全的东西全部都撤走 通通不留 等于拆走了山坡的户土墙 漏洞铺路 他并指出 港府2003年就尝试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但是以失败告终 香港回归23年来 体制上都没有维护 国家安全的系统 人手跟资源 更没有专门的法律 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他更指出 过去20多年来 外部的破坏力量 透过了不同的安全漏洞 建立了一大批代理人 力量渗入到不同的领域 包括了教育 艺术文化 媒体跟不同的机构等等 透过思想的导引 价值观的改造 开始浮现出社会表面 这股力量第一次的大型行动 就是在2014年的 违法战中显现出来 直到2019年的黑豹 全面释放跟爆发出来 而北京中央制定国安法 之后又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之港 确保了政治安全 获得政治的保障 才会有效地 遏制了破坏的力量 至于香港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则撰文表示 对于罗冠聪将出席 全球民主峰会 感到极度的愤怒 他表示罗冠聪之流 为了要争取自己的政治红利 一而再再而三 甘心地做外国政府 跟政客的傀儡 他打着所谓的民主旗号 公然地做出危害国家安全 破坏香港市民利益的恶行 邓炳强还批评罗冠聪 出卖自己的国家 是现代汉奸 对此罗冠聪则在脸书上面回应 自己并不是第一次被骂汉奸 司徒华李柱铭也曾经 遇到如此的骂名 他表示 假如独裁是中国特色民主 封闭是中国特色自由 人质是中国特色的法治 那么中国特色的汉奸 应该就是真正为香港付出的人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星彤 立场新闻前记者何贵兰 被控去年未经批准 人至维多利亚公园 来出席六四的晚会 涉嫌到了犯下了善后罪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区域法院今天才定罪名成立 案件将在下周一上午求情跟判刑 同案另外五名在开审前认罪的被告 包括了李卓人 蔡耀昌 梁耀忠 以及梁锦威跟胡志伟 都会在同一天来判刑 综合媒体报导 黎智英跟周星彤 被控于去年六月四号 在伟多利亚公园之内 非法的善惑他人 在没有合法权限跟合理的解释之下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而周星彤跟何桂兰 则另外被指控 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香港区域法院今天裁定 三人善货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等罪名成立 押后至13号 与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人一同判刑 本案原有26名被告 其中16人稍早之前已经认罪 判刑4到10个月不等 另外有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前秘书蔡耀昌 前常委梁景威 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 以及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 等5人等候判刑 另外两名被告罗冠聪 跟张昆阳则已经离港 除了此案之外 李志英先前已经因为 三起非法集结案 合共被判求20个月 正在赤柱监狱来服刑 此外他还涉嫌到 违反香港国安法 案件仍然在处理当中 据了解 在前一天的12月8号 是李志英的74岁生日 目前他已经在求236天 一项强调政治中立的香港公务员 随着首个公务员学院挂牌运作 日后将会被加强了解 一国两制方针下 香港特区跟北京中央的关系 跟中国宪法 以及对港区国安法的培训 特首林郑月娥 在学院的开幕里上更表明 作为香港政府的公务员 特别是处于领导位置的官员 必须要尊重跟认识 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跟精神 根据法广报导 身兼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客座教授的史识评论员 林合力指出 尊重一词在中国有特别的含义 比一般了解的respect 多了遵守跟实行的意思 林郑月娥的说法 似乎包括了公务员 必须要接受跟实行中共政策的意思 是进一步的脱离一国两制 跟政治中立的原则 也背离了香港基本法定名 公务人员应该根据其本人的资格 经验跟才能予以任用跟提升的原则 而明确要求公务员尊重某一政党 不仅不符合中国人属多党执政国家的官方说法 也不是现代文明政府所因为 报导指出香港公务员学院的开设 在2017年提出 并且已经在九龙东坡地兴建 预期在2026年落成 但是在反修例运动之后 港府明显要加快公务员的培训工作 特别是有关中国方面的事项 公务员事务局在港岛区的北角政府 和鼠拨出了三层楼 来作为学院的临时院职 但是院长的招聘工作才刚开始 明年上半年才到任 而学院便在九号中午举行的成立典礼 林郑月娥在主持成立典礼时表明 港府过去虽在中国大学的协助下 安排课程让公务员了解中国内地的发展 但是香港过去数年来面对到的严峻挑战 清楚地说明在培训公务员的国家观念 跟对国家发展的认识方面 仍然大有完善的空间 林郑月娥表示 要令一国两制行稳之远 公务员必须正确地理解 由中国宪法跟香港基本法确立的特区限制秩序 贯彻落实爱国者之港原则 因此学院的首要任务是 加强公务员对一国两制方针下 特区跟中央的关系 宪法、基本法跟港区国安法的培训 使得公务员增强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他也要求学院为公务员安排更多培育正面价值观跟态度的机会 另外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 跟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东 分别透过了视讯跟现场致辞时 均呼吁香港公务员应该要勇于担当跟爱国 当中张晓明更引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作际语 也就是一层担心为报国 为官必是平生耻 谢谢收看香港新闻 请帮忙点赞、分享并订阅香港新闻台 感谢您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